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点电视 三 二 一 开始 摇动手机后 等待识别进入互动页面 百分之百中奖 一时驻行各种大厢等着您得 锁定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 都是你的 在五年前 浙江省宁波市发生了一起命案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结案 这名男子一人实施了抢劫 杀人以及埋尸灭迹的全过程 在此后的五年的时间里 人们只知道 有一名中年妇女傍晚失踪了 而她真实的命运 已经被埋在杂草丛生的深处 谁也无从知晓 漆黑的夜晚 荒芜的草地 谁也没想到 这里竟然悄无声息地 发生了一起谋财害命的恶性案件 而要说起这起案件 那还得从去年湖北 浩口镇的一起 关于精神病女子失踪的报案说起 你可拍案 打工女被约丢性命 漆黑夜犯罪无人值 我五年来 这眼睛现在都有问题了 一个人睡在床上 一个人站在眼睛的时候 他就没人 楚某湖北省咸江市浩口镇人 在浙江宁波市打工期间 突然失踪 据知情者说 2009年11月9号傍晚18时左右 正在和朋友打牌消遣的楚某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就匆匆退出了牌局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他说到那个宝里面 可能只有钱某一千多元的现金 就是两张银行卡 袁某知道 妻子的银行卡中存有十几万元 也许就是这些大额款项 引来杀身之祸 但是想到一般抢劫都是屠材 不会害命 袁某和警方都怀疑是熟人作案 宁波警方追踪两张银行卡去向时 发现一个身穿夹克衫 头戴黑色鸭舌帽的可疑男子 男子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的 就是和楚某一起失踪的银行卡 当时楚某已经失踪三天了 但是似乎该男子是记错了密码中的某一个数字 男子接连输入几次都没有成功进入银行卡账户 换上另一张银行卡还是不成 紧接着换到另一台取款机上 结果也是一样 连续三次输错了密码 两张银行卡的账户就已经被系统冻结了 这段监控视频为警方破案留下了有利条件 就是可疑男子在取款机前留下的清晰影像 然而宁波警方询问了每一个与被害人熟悉的人 谁也没有见过这个陌生男子 四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警方一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我听得比较熟悉 有的时候七八年了三十年都破 这个人也破了是不是 我这等呢 长言道啊 男主外女主内 一个女人在一个家庭当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袁某和两个女儿 因为失去了妻子和母亲 精神和情感都经受着巨大的折磨 俗话说嘛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 但一晃 五年时间过去了 楚某还是杳无音讯 就在楚某一家接近崩溃绝望的时候 去年正月初六的一起看似毫无相关的报警 却引出了这起谋财害命案 农历正月初六 上午九点多钟 一位中年男子匆匆走进浩口镇派出所接警示 一进门他就声称自己的妻子跑来 这名姓李的男子说道 他的妻子潘某患有精神病 今天早晨驾车带潘某去看病 没想到潘某病情发作竟然不顾危险 跳车逃跑了 他最后来的事也只给我们看到 他就是我老婆要跳车 我不跟他跳 他把车也搞回来 潘某跑得极快 钻进巷子后就不见了身影 李某心里十分着急 因为犯病的妻子不仅胡言乱语 还有暴力倾向 很有可能发疯打人 男子希望警方发现自己的妻子 可以立刻告知自己 朱骏非常同情李某 立即布置警队帮忙找人 就在人们四处寻找 跳车逃跑的潘某时 他却出人意料地 主动来到了排出所 潘某神色慌张 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 一进门就提出了一个 很反常的要求 潘某声称自己犯罪 要求警方关押他的话 在民警看来 很有可能就是精神病发作的状况 但是潘某坚称自己没有精神病 他只是这几天睡眠不好 精神恍惚 所谓的精神病都是丈夫李某陷害他 故意栽到他头上的 潘某认为 丈夫带他去看病 其实是想害死他 所以他就决定跑过来向警方求助 在民警看来 为了逃避治疗 潘某竟然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寻求庇护 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人作为 首先因为有那个张福勤说的 他有精神病这个话 然后这个女的 他一来就说这种话 我感觉他 但是说实话 我感觉他也有精神病 一个为寻找跳车逃跑的精神病妻子 而交集万分的中年男子 一个声称自己犯了罪 不停的要求警方关押自己 却坚称自己没有精神病的女子 这两口子啊 两起报案 在民警看来 这潘某那就是一副 精神病发的那个样子 因此立即就通知了女子的丈夫李某 可是此时谁也没想到 潘某的症状 那只是一种假象 而这个假象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极其可怕的秘密 曾经的甜蜜夫妻 如今却形同陌路 无力挽回的婚姻不可言说的重大秘密 女人面临崩溃的边缘 又不吃又不喝又不睡 就那我不说吧 疯癫痴狂的背后竟隐藏着陈年命案 我知道了狠毒丈夫的秘密 派案说法正在播出 听说妻子主动跑到派出所里 焦虑不安的李某立刻赶了过来 此时此刻在民警耐心的安抚下 潘某逐渐安静了下来 可是当丈夫李某准备带他离开时 潘某的情绪一下子又失控了 他一说丈夫要带他走 他就很激动 怎么都不愿意走 他带我可以啊 你必须要警察陪我 反正不愿意和他丈夫单独在一起 其实很害怕的丈夫样的感觉 潘某为什么如此害怕自己的丈夫呢 是因为害怕他简单粗暴的做法 还是另有隐情 明警一时事情的严重 找来潘某的姐姐了解情况 原来父母离世后 年龄尚小的潘某一直在姐姐的呵护下 长大成人 恋爱成家 姐姐证实妹妹潘某身上 最近确实出现了精神病发作征兆 而直接的诱因就是丈夫李某的背叛和抛弃 潘某与前夫离婚后来到浙江宁波打工 偶然结识了同样离异独居的李某 从李某内里潘某找回了久违的体贴和温情 迅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这一却遭到了潘某姐姐的反对 但是在爱情的诱惑下潘某最终听从了内心的召唤 将自己后半生的幸福全盘托付给了李某 但是新婚不久 潘某就发现 李某已经一情别恋 跟另一个女人整天混在一起 两人竟然明目张胆地租房同居 潘某怀着深深的失望 带着年幼的孩子搬回湖北娘家 此时两人的婚姻已经名存失望 2014年春节前夕 李某回到前江后 明确提出要跟潘某离婚 潘某清楚 离婚就意味着 李某提供的每月1500元的生活费没有了 为了能够维持孩子的生活 潘某向丈夫提出了双方离婚的前提条件 条件谈判失败 离婚的事也就暂时搁浅 姐姐注意到 潘某从此陷入了情绪的低谷 整天独自发呆 一言不发 我几天姐茶水不沾 又不吃 又不喝 又不睡 就让我不说话 2014年8月1号上午 姐姐准备继续劝慰潘某 可没等她开口 潘某就突然跪倒在地上放声大哭 潘某以前究竟做了什么样的错事 让她今天想起来还溃溃不已 在一阵哭诉后 让姐姐没有想到的是 妹妹潘某竟然说出了一件 令人震惊的往事 他把人杀了 已经五年了 他把我最好的朋友杀了 几年前 她的丈夫李某制造了一起命案 杀害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潘某说的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可姐姐根本不相信 觉得可怜的妹妹只是在胡言乱语 然而沉浸在意念中的潘某 越说越激动 好像一刻也不能忍受心中的罪恶感 听说妻子的糟糕状态 李某立即决定将妻子送去医治 此后李某再也不提两人离婚的事情 但是谁也没有意识到 李某其实已经另有图谋 常言道 说者无意 这听者有心 潘某说出的杀人一事 家人都以为她是因为 今受丈夫背叛以后的胡言乱语 丈夫李某的一系列举动也很是有情有欲 不但及时地带妻子去看病 这离婚之事也不再提了 但是警方却不敢疏忽大意 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 民警意识到 在潘某癫狂言行的背后 也许真的埋藏一起 值得挖掘的案件信息 就是说你慢慢回来沟通说 他说话说得很清晰 很明朗 又不是那种胡言乱女的 有根有据的感觉一样 他就说是在那个林警林左右吧 但是他小孩只有两岁 是他丈夫杀了人 我在问那我说杀的是谁 他说是一个也是在一起和他打工的一个人 是好和的 是我们好从一组来信任出 潘某多次说道 丈夫李某杀人作案 而且越说越具体 听起来确有歧视 面对警方的追问 丈夫李某却感到不可思议 他说他老婆有事 他说他有神经病 你们怎么相信他的话 难道杀害朋友楚某 是潘某凭空一想出来的 这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当民警按照潘某提供的线索 调查村民楚某的去向时 果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早在五年前 楚某就已经神秘地失踪 此后五年时间里 丈夫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一直在苦苦等待楚某的归来 却始终没有任何阴性 五年前的那个黑夜里的命案 五年后被重新挖了出来 所有信息都表明 潘某所说的杀害楚某一事 并非空穴来风 那么当年取款的可疑男子 会是潘某的丈夫李某吗 如果是 那他为什么当年不站出来 又是什么让他五年以后 又决定来到派出所 讲出这个秘密呢 派人听闻的指责 是绝望后的疯狂报复 还是确有其事 他说派有十一病 你怎么相信他的话 明知眼前就是命案元凶 唯一执行者 竟然违心说假话 他说这间警察给他看过 他说不用死 我讲了假话 看到这间 绝望之中的最后一波 却让他成为凶手谋害的 又一个目标 我知道了狠毒丈夫的秘密 派人说法正在播出 三颗派 惊天秘 进城催命符 为保命 女子终自首 通过那个办案协助平台 他们将有些那个数据 给我们传过来 带一个帽子 鼻子是个银钩鼻 身材现吧 就是他嘛 这个我们一看到第一 一看到就是他 铁证在前 一支遮遮掩掩的李某 只好承认 他就是当年抢劫杀害楚某的元凶 2009年10月9号傍晚 李某以朋友聚会的名义 将楚某从牌桌上骗出来 毫无防备的楚某 哪里想到 这次赴约竟然是死亡的开始 面对热忱的朋友 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冷漠无情的劫匪 从电话邀约到抢劫杀人 再到埋尸毁灭 李某独自一人实施了 屠材害命的全部工作 没有帮手 也没有任何目击者 那么潘某又是怎么知道 这一切都是丈夫所为呢 您是怎么知道他杀人的 他跟我那一起 据潘某回忆 五年前的一个晚上 丈夫李某从外面回来 好像刚刚参加了一场剧烈的运动 当时他就感到很诧异 他就问李某你究竟怎么回事 他说我把他搞掉了 把他说掉了就这意思 然后后面潘某在进一步 对他询问你杀了谁 怎么回事 李某就一直沉默不语了 不语回答这个事了 在一阵心照不宣的沉默中 潘某慢慢领悟了当晚发生的 全部罪恶行径 几天后 宁波警方发现了企图从被害人银行卡中 取款的可疑男子 并且推断是熟人作案的可能性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潘某 辨认可疑男子 屏幕上丈夫李某的面孔清晰地呈现出来 此时潘某觉得他已经被推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关口上 只要他点头确认一下 警方就会及早锁定命案真凶绳之以法 而好友的亡魂将会得到些许安慰 好友的家人也能早一天从苦苦的等待中摆脱出来 然而另一种想法很快就在潘某的心头 占据了上风 李某是这个家的顶梁座 很顾及这个家 就算为他掩盖 就是为了这个家 一边是归中密友 一边是新婚丈夫 是听从良知的召唤 还是编织内心的谎言 而潘某当时的回答 也就成为案件侦破的重要拐点 他说责言警察 我说视频你看过没有 他说责言警察给他看过 他说不认识 我讲了假话 带到责言 潘某的假话 让这条最重要的侦查线索难以继续 而神秘的取款人 一直逍遥法外长达五年之久 令人感到好奇的是 眼下到底是什么力量 驱使着潘某 让他非要输出来不可呢 仅仅是因为良心的谴责吗 他本意是还是要通过警方给他丈夫施压 让他丈夫知道不想离婚的事情 就相当于说 我可以把你的丑事抖出来 也相当于是维护这个家庭 这是没有办法 妻子为了挽救婚姻 所以将五年前的那状罪行泄露了出来 李某听说后顿时感觉大祸临头万分惊恐 李某第一反应就是设法 让人们不相信妻子的执政 可能就是说假些振作嘛 去医院看了一下 这件事就不仅仅是我们大家在说了 这医生也诊断了 他是精神病 并且还跟他开了药 对吧 所以说这个李某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周围人都认定潘某是在胡言乱语 罪行泄露的危险似乎可以避免 然而李某心里非常清楚 这只是暂时的 知晓案情的妻子依然是他最大的威胁 事情演变因不在他意料之中 在他意料之外 在恐慌中 李某产生了一个更为疯狂的想法 死人才能保守住秘密 知道真相的妻子潘某 对于他而言永远是个威胁 2014年2月6号的早晨 李某以看病为由 再次强行带妻子外出 野蛮强横的束缚 狭小封闭的空间 让潘某陷入了强烈的恐惧之中 潘某心里明白 狠毒而阴险的丈夫 还能制造出另一起失踪事件 让他消失在无形 哪天失踪那么是愚归 就是平常的精神病人一样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不是那么重视那种感觉 家属觉得这是疯到哪里开 不是正常联系 联系不上很正常 那种误导的 想到这里潘某决定设法逃出丈夫的魔爪 当轿车驶入城镇街道时 车速慢了下来 潘某觉得这可能是逃生的最后机会 潘某冒着生命危险挑车 逃出了丈夫的事业 但潘某知道 一旦再度被丈夫抓获 他的性命就难保了 反复权衡之后 潘某决定主动向警方报案 最令李某担心的情况出现了 为了防止罪行败露 李某冒险来到排出所找人 妻子出现后 她立即张罗带她去医院 我们要是一厨货 让李某把潘某离走 可能发现 发生一个很不好的痛苦 在接受警方询问期间 潘某似乎彻底放松了 行为和言语逐渐就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再也没有出现精神病发作的情况 不管他参与没参与 我想的话 他本质良心的发现 本质对法律的敬畏 他选择了这 跟我们公安机关 来谈博交代这一项 我觉得他走的这一项 非常明智的道 毕竟良心上都在解脱 天望灰灰疏而不落 李某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不惜将黑手伸向了自己的妻子 那最终也难逃法王 不管对于不幸遇害的楚某 还是很多的李某 正义必将立临在他们身上 那么正义也许会迟到 可是绝对不会缺席 不管任何人犯罪 必将接受应有的惩罚 好 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 欢迎您向我们提供 有价值的案件线索 线索征集热线 18523010010和68691148 等待您的拨打 最后要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